来看台北市丁州路 今天发生一起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有一对兄妹昏倒在屋内 虽然紧急送医 但是28岁的哥哥到院前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25座的妹妹则送医抢救 这对兄妹是经营食材逼发 原本今天要恢复运送 但是饭店迟迟没有收到货 联络家属才发现 兄妹两人昏倒室内 疑似热水器燃烧不完全 由于门窗紧闭 导致一氧化碳外泄中毒 消防局也再次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因为天气冷 就紧闭丢窗